2019世界帕拉保齡球亞洲巡迴賽 日前在新加坡舉行 台灣共獲兩金三銀五銅 表現優異 本屆賽事 亞洲國家及地區 共有109名選手參賽 總教練黃中仁表示 台灣雖為派市場選手與賽 但實力相當堅強 我們這次派的六名選手 來參加世界帕拉亞洲巡迴保齡球錦標賽 我們這次總共獲得兩金三銀五銅的家具非常好 個人賽中 林家傑實力強勁 摘下兩項金牌 林業山拿下一桶一銀 楊夢張 張慧銘則各自取得同牌一面 我們在亞洲局世界實力都很不錯 尤其是在亞洲我們排名是前三名 我們在亞運會我們也多得兩金 那我們最希望政府能偷偷提播一些去經會 讓選手都能來參加 雙人賽事部分 林家傑與蕭市政 楊夢張與林業山兩組搭檔都分別取得銀牌 代表隊在團體賽中再下同牌一面 為台灣在國際賽事中再添光彩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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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謝謝 Deus 謝謝大家 謝謝